大家好,欢迎来到《圣经经证读》 邀请你订阅我们的频道,转发分享我们的影片 在下面按like和留下造就性的留言 好了,我们就开始讲这个题目 就是活出卓越 这个题目跟在职场有点关系 好了,我们就进入这个题目 我们一切都是从圣经出发的 亦都是以圣经为依规和以圣经作为原则 基督徒应该以圣经的原则来关心这个社会 但《药福音》第十八章里说到 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 世上的政治是短暂而且很有限 所以基督徒首要应该关心属灵的国度 以福音为优先 耶稣说 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 亦都为此来到这个世间 特别就是为了给那些真理做见证 而凡属真理的人就是听我的话 在第十章里面就是这样说的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 而开门的就会让他开门 羊亦都听他的声音 他按着名字叫自己羊 就将羊拿出来的 而我来了就是要令到那些羊 或者这样说 令到那些人得生命 并且得的更丰盛 耶稣说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就是为羊写命的了 我是好牧人 我认识我的羊 而我的羊也是认识我的 所以活出卓越 是因为我们接受了耶稣 接受了耶稣 导致我们得着这个生命 并且得的更丰盛 所以这个更丰盛的生命 就是让我们活出卓越 卓越这个字 在英文圣经当中是美好 是卓越 这个字出现了七十次 所以其实圣经里面 都给了我们一个很主要的观念 其实就是要你有一个很卓越的态度 这里所说的卓越 并不是完美perfect 因为完全完美的人 只有耶稣 但是我们也要追求 越达到完全完美的耶稣 我们要学校他 好了 究竟基督徒可不可以从政呢 我们看看这里 在弹以理书第二章里面说到 于是王高抬弹以理 赏赐了他很多上等礼物 派他去管理巴比伦全省 立他为总理 掌管巴比伦的一切节事 弹以理求王 王就派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 只是弹以理常在朝中事务 我们都知道弹以理一直到巴比伦王国 在巴比伦帝国倒台后 去到马代波斯联合王国的时候 弹以理还在朝中 所以弹以理是非常却越的人 是无可否认的了 所以问题 基督徒是否可以从政呢 答案很简单 就是神眷爱的弹以理是高官 并且还推荐了他三位朋友出任官职 除了弹以理之外 我们也看到有约瑟和尼希米 约瑟就是担任埃及的宰相 即是王以下的人 而尼希米就是阿达斯西王的走证 所以基督徒或者信神的人 其实是参与官职的 好了 我们看到弹以理和他三位朋友 都是出任官职的 前面他讲到些什么呢 在弹以理书第一章里讲到 就是他们年轻 又无残质 又英俊 通达各样的学问 知识、聪明都区别 能够足以示立在皇宫里面 所以那些巴比伦的王 尼伯格雷萨 就是批准他们 可以教他们 就是学那些加勒底的文字和语言 而在圣经里面 马太福音里面讲到 你们是世上的盐 盐如果失了味 怎能叫他再咸呢 以后没用 劈在外面任人踩 而你们是世上的光 成造在山上不能隐藏 人点灯不是放在斗下 而是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的人 你们的光也都要这样照在人前 好叫他们看到你们好行为 就将这个荣耀 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所以你这里的好行为 也都包括 就是要活出却月了 好了 那你如果是不断地去作炎作光 将你心里面的光 将神的光照在黑暗里面的时候 你就会越来越却月了 所以难免会有人举荐你的 包括在企业里面 或者是国家里面 可能他还要你担当一些要职 包括高级管理层 CEO 企业代表 政府的代表 政府的要员 教会都会的 教会都会提拔你成为领袖 或者成为教会的监督都不顶得 当你有恩赐 有财干 有能力 有承担 有负担 并且有呼召的话 其实你就应该回应这个呼召 并且权并是来自神的 好了 圣经其实有讲到维君之道的 就是做王 做领袖 比如说你是一间企业的领袖 你就已经是王 如果这个地区的领袖 可能是市长 区长 或者是国家总统之类的角色 好了 圣经是怎样看的呢 分为两种王 第一种 就是行耶和华眼中 行为正的事 南犹大国 就是在以色列 有一段时期 就叫做分裂了两边 一边就是北以色列国 一边就是南犹大国 南犹大国就有八位王被称为 行耶和华眼中 行为正的事的王 而相对的 就是行耶和华眼中 行为恶的王 就几乎所有的王 包括北以色列国 和南犹大国 都是被耶和华称为 行耶和华眼中 行为恶的事的王 行耶和华眼中 行耶和华眼中 行为正 在《列王记》里强调的就是 耶路撒冷圣殿的敬拜 无论是南犹大王 还是北以色列王 若是倡导鼓励 百姓去到圣殿 敬拜真神耶和华 就是说是好的王 相对行耶和华眼中 行为恶的王 就是那些阻拦 或者诱导百姓 不去圣殿敬拜的 就不是好王 所以按照这样的标准 即管是北国以色列王 耶胡除去巴历 被神称赞 是扮好我眼中 行为正的事 但仍然被认为 不尽心遵守耶和华 以色列神的律法 只差一节 因为他并没有离开 尼伯的儿子耶罗波安的罪 所以这个就是 行耶和华眼中行人恶的事 我们看看诗师祭神的标准 第一个结语 就是17-21章里面 记载了一连串的事件 包括在偷窃 拜偶像 抢掌 抢掠 鸡姦 鸡姦 枝解 报仇 灭续 摇杀等等 这些正正就是人 按照自己标准行事的恶果 而所有行耶和华眼中行为正的事的犹太王 没有一个是靠着动乱和暴力 或者使用骂骂手段来夺取政权 而最突出的人物代表就是大卫 因为他是被神高纳做王 但行耶和华眼中行为恶 相对看到当时的素洛王 就已经昏容残酷了 他原本是行耶和华眼中行为正行为善的王 但后来他就骄傲了 他并且屠杀了祭司85人 和祭司城所有的男女孩童 大卫竟然不以此作为神圣旗号来讨伐他 反而一处处躲避 直到神时候来到了 那素洛传家就要被杀 所以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王 是有惨胆的收场的 好了 那我们作为领袖 作为王 有些事情很重要的 就是要敬畏神 遵守神的佳命 在马太福音19章里说到 耶稣对他说 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 只有一位是善的 你若果要进入永生 就当遵守戒命 什么戒命呢? 就是不可杀人 不可奸人 不可偷渡 不可作假见证 当孝敬父母 又当爱人如己 那是什么? 十戒你都要守 那我们为什么要从政呢? 为什么我们要参与政治呢? 其实是有原因的 好了 这里的《生命记》 就讲到按公义的审判 当然 那时候是对着以色列文的 好了 《生命记》第十六章里面说 你要在耶和华 你神所设的各城里面 按照着各个支牌 设立审判官和官长 他们必按着公义的审判 来判断百姓 不可以屈枉正直 也不可以看人的外貌 也不可以受贵赂 因为贵赂能够叫到 智慧人的眼都变盲 能够颠倒义人的话 你要追求至公至义 好叫你存活 承受耶和你神所赐给你的地 所以如果神是给你去担当重要的角色 包括是那个地方的领袖的话 你都要追求至公至义 要承受耶和你神所赐给你的地 好了 这个国要长存的话 其实针言就有这样讲到 恶人虽然没有人追赶 也逃跑 而人的胆子强壮得像狮子 邦国因有罪过 君王就多更换 因有聪明知识的人 国必长存 而在针言第十六章里面就讲到 人心囚算自己的道路 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王的嘴中有神的话语 审判的时候他的口必不差错 公道的天平和秤都是属耶和华的 郎中一切的法马都为他所定 造恶为王所争获的 因为各位是靠公义来建立的 公义的嘴为王所喜悦 说正直话的为王所喜悦 所以这里讲到 国为是靠公义来建立的 但是这个公义就是 基督是神 基督是主 耶和华施神 好了 也讲到要有联敏 在撒加利亚书第七章里面讲到 万军的耶和华曾经对列祖说 其实这段是生命记的内容 他精简 撮要了他的内容 好了 这个撮要就是 要按治理判断 各人以慈爱怜敏弟兄 不可以欺压寡苦 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 谁都不可以心里面谋害弟兄 好了 在雅各书第一章里面 其实都有讲到 虔誠的人应该怎样做的 好了 唯有详细拆看那个 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 并且时常都这样做 这个人既不是听了就不记得 而是实际地走出来 就是在他所行的事上面 必然得福 如果有人自以为虔誠 又不拿着他的舌头的话 反而自己欺控自己的心 这个人的虔誠就是虚假的了 而在神我们的父面前 那个清洁没有颠污的虔誠 就是那些 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苦 并且保守自己 不沾染世俗 好了 那说到权柄 那当然就是 罗马书十三章 就说到全 全面说到权柄的东西 我们不是抽一两节来说 我们全部说完 在上在上有权柄的 人人都当顺服他 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 凡是掌权的 都是神所命的 所以抗拒掌权的 就是抗拒神的命 抗拒的必自取刑罚 而作观的 原本不是叫做行善的具怕 那叫做行恶的要具怕 你愿意不具怕掌权的吗 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到他的称赞 因为他是神的用人 是和你有益的 你若是作恶的话 就要很害怕 因为他不是凶凶地配剑的 他是神的用人 是伸冤的 刑罚那些作恶的 所以你们必须顺服 不单是因为刑罚 也是因为出于良心的 好了 接着就说到义务了 你们纳粮其实都是为这个缘故的 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 常常都要管这件事 管很多事 所以凡人所得的事都要给他 当得的粮就给他纳粮 当得的税就给他交税 当具怕的就要具怕据 当极恭敬的就恭敬他 接着就说到爱了 凡事都不能亏欠人 唯有彼此相爱 要常以为被亏欠 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个律法 就像那个不可奸人 不可杀人 不可偷渡 不可贪婪 或有别的戒命 全部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说话里面 爱就不是加害于人的 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了 再者就跟着下去了 再者 你们晓得现今就是那个 应该趁早睡醒的时候 因为我们得救 而现在被初信的时候就更加近 黑夜以心 白袖将近 我们就应该脱去那个黑暗 暗会的那些行为了 并且要带上光明的兵器 行事为人就要断静 就像行在白袖一样 不可以方现罪走 也不可以好息邪当 更加不可以增弦质道 所以我们是要披戴主耶稣基督的 什么叫披戴 就是将羊的皮 披戴在我们的身上 就像十字架一样 我们背起了十字架 我们背起了主耶稣基督 所以就不要为肉体安排 来放纵私欲 然后讲到权柄的时候 耶稣就在马太福音22章回答 该杀的物归给该杀 神的物归给神 所以理论上信仰和政治是应该分离的 有什么分别 信仰是个人层面的 政治是一些民间社会的事件 好了 我们对于政治的问题 我们要有所自慰 好了 政治的问题 如果是常常牵涉到一些专业判断的话 若过基督徒是不够深入了解的情况下 就应该是保持坍默 教会不应该特别为了某一个政党 或者某一个政治人物而背书 或者猛撑 好了 有些政治问题 如果它是明显抵触了圣经的原则 比如说 叫你不可以再信耶稣 不可以再信耶稣 你只可以信某一个人物 或者要改讯另一种信仰的话 教会就应该主动积极表态了 好 政治圈是个大眼光 所以基督徒最好不要洩进去 然后 当然基督徒应该支持基督徒 或者认同圣经理念的候选人 不过 你也要看清楚 他的政光是否好 好了 我们回来讲卓越 其实我们日后都会继续讲卓越 但今次我们讲到卓越 就提到但以理了 在但以理书第五章里面说 就是尼布加利萨和但以理说 我听说 你里面有神的灵 心中光明 又有聪明 和美好的智慧 所以但以理里面 都有美好的品格 他就是一个非常属神的人 属灵的人 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所以 当然 没有人会逼你属灵的 是你自己要去抢 要去争取 要去变成 要有这样的态度 好了 我们要常常代求 因为执政掌权的 很多时候不如人意 所以我们都要为他代讨 这个也是圣经的要求 好了 我们最后来一个祈祷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在人家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是探 救我们脱离空恶 因为国度 权并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门 好了 那么我们就 讲到这里了 我们是圣经经证读 邀请你订阅我们的频道 在旁边按铃铃 转发分享影片 按like 和留下造就性的留言 好了 我们这次先说到这里 祝福大家 请不吝点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次